這個窗戶房,我反而遇到詐騙 以後要錢要到八層 最後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進來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其他屋子的圓光 天花板都還沒封,管線全吊在外頭 無內亂七八糟,幾乎看不見有窗戶過的痕跡 這個房子本來是準備來替滿周歲的女兒過生日的 七月就交給設計師了 但沒想到三個月過去還是跟工地一樣 女兒生日是十月十八號 還不是,我以為沒想在這邊辦 結果大家也看到一套他 真的很傻眼,屋主是個牙醫 砸了兩千萬,五月在土城買下房子 為了趕在十月中搬進新家 迅速找了設計公司討論,預定國慶日完工 設計費約一百九十三萬 牙醫陸陸續續付了一百五十四萬元 結果 但是他跟我清還的時候呢 立即有一些話說 說我們要趕快 趕快工作 我們要重複施工 所以我就相信他就會做給他錢 乖乖付錢 以為會有個美麗的家 殊不知遇上裝潢蟑螂 11月了 裝潢進度根本不到一半 我付了八成款 他只做到拆除 長臂拆掉 然後那個 電話盤我做 然後這個 雙方還沒辦法空起來 為什麼 因為空調上還沒空 明明合約白紙黑字 第二期完成天花板 第三期油漆進場 這設計師都沒做到 竟是拼命催牙醫附錢 他的空調沒有完成 也沒有辦法施機 所以天花板也都沒辦法空 那天花板沒有空 油漆也沒有辦法進場 因為天花板也要劈圖油漆 所以他大叔在騙我 也不知道說什麼油漆會一起來做 所以一直在騙你 真的是隨意到爆 設計師拿錢不做事 牙醫要求解約 這下好啦 對方解了借據 哭窮要分期還錢 結果也付不出來 有簽這個借據 那他同意說 分期的方式 10月14 10月20 10月26 總共在10月26號以前 退款一百萬 對 至今已經 11月了 我們只拿到七萬塊 要錢要得很勤 還錢還得很慢 牙醫上網調查 沒想到真被他遇上了 裝潢蟑螂 你查了裝潢蟑螂 你才發現 他銀線掉一樣油 那 以前的設計公司 他已經來過零子了 好 那他之前 在2011年 跟2015年 都有上座新聞 他就是一個灌斷 他就是零師兄 一連一個詐欺灌斷 那不能不說 因為他的口才真的很好 他世界中畫得也蠻多的一樣 他一開始表現都還OK 等到拿到錢之後 就被癢 怎麼被癢 其實後面 他們就已經就是 要計月了嘛 然後 我之前有跟他說出去 已經有做好了 因為他其他的櫃子 都是系統櫃 就是不用油漆的 設計師喊冤 強調會先收貨款 是為了訂製的系統櫃和儲具 但他也承認工程延誤 只是收了人家154萬 他現在真的一口氣付不出來 我們退錢 我們還是要有一點時間 所以非常不合理的 我已經給他八成錢 他為什麼沒有錢包 因為他把這些錢 在挪去別的地方拿不到 我可能這一百萬 真的拿給我來的 但是 我是希望 我們讓他知道 不要再讓這種裝潢的行片 一直在他更多人受騙 這樣的裝潢效率 設計品質 牙醫不敢恭維 自認倒楣摸摸鼻子 向警局提告 突發中心新北報導